realme 9a深度评测 realme又放大招了 不走寻常路了 在所有主流手机厂商都奔着黑科技 主供5G产品的现在 realme反其道而行之 推出了一款售价为599元的智能机 realme 9a 这也是目前最便宜的红米手机 不是黑科技 但是良心机 产品的定位上也可以看出 这是一款面向入门级市场的产品 延续了realme一贯的高性价比 至于到底有多良心 就来看一看这款realme 9a吧 产品外观不用多说 颜值依旧在线 6.53英寸的水滴屏 和主流机型保持一致 屏幕不仅通过了德国蓝音低蓝光护眼认证 能够很好的保护眼睛 还支持阳光屏模式 在强光下也有比较清晰的显示效果 机身背部采用了聚碳酸质后壳 运用CD纹理设计 观感简约大气 握持手感也很舒服 同时避免了背部真人指纹 但摄像头加闪光灯 位于机身的左上角 通过一条不同的纹理设计延伸到底部 下面是realme的logo 机身顶部是35毫米耳机孔 底部配有大功率扬声器 realme 9a支持大音量模式 在通话音量达到100%的情况下 连按两下音量加键 通话声音还可以进一步升高20% 这样的设计不仅能够保证在操作案情况下进行正常通话 也能够更好的服务老年用户 整体看来 realme 9a虽然是一款低端产品 但却有着不错的工业设计 再来是体验realme 9a支持面部解锁 能够方便的解锁手机 前置500万像素美颜相机 支持人脸识别 手势拍照等 后置1300万像素上头 支持27种场景识别 标准HDR模式 延时摄影 以及短视频漫画桶 本来这一款版源机 在拍照方面 其实没什么奢求 满足日常随手拍就行 但却有着你9a 表现上还是有些出乎意料 与此同时 拍照完成后 可以对照片直接进行编辑 不仅有多种滤镜可选 还有可爱的小贴纸 不用修图软件 也能够修出好看的照片 realme 9a支持专业模式 可调节SOEV等参数 适应界也有句话 拍照重要的不是设备 而是拍摄的人 所以用realme 9a拍出大片 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在硬件上 realme 9a搭载了联发科 G25处理器 这颗芯片是由联发科 12纳米打造的 CPU8核A53 最高频率为2GHz GPU方面采用的是 PVR8320 主频为650Hz 按透度口分超过了10万 满足日常使用 毫无压力 另外就是大内存和长续航 这两点也是让不少人 在买手机时会考虑的因素 即使现在快充已经普及了 但也无法忍受 手机掉电快带来的充电焦虑 对此realme 9a 配备了5000毫安时电池 日常使用续航两天 没有问题 标配4架64Gb版本 在本期的行列 也算是超大内存了 经过测试 在电量60%的情况下 观看一个小时的视频 仅掉电6% 还可以继续使用23个小时 在省电模式下 可以继续使用36个小时 超长续航 非常莫属 都会继续使用 没有问题 请继续使用